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呢要带各位到这个青麦去享受一下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咯 花少少的钱哦 到底花多少呢 我们这个金参号呢 就是公正 公开 透明 数字全部列出电视墙给大家参考了 来看到呢 电视墙来看到 首先呢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玩起 第一天一日总花费 总花费哦 除了玩乐加住宿 1500啊 加住宿 这个是不是要不要说观众惊呆啊 我都怀疑啊 马老师一天一千五刚五抠零 真的有可能耶 其实泰国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 因为它满足不同 包括阶级不同年龄 包括不同这个所谓的涉金消费人的需求 尤其你可以看到来到这个青麦 青麦这个城市的历史 跟我们知道泰国历史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13世纪1292年的时候 当时泰北有一个蓝纳王朝 建立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到 还是跟佛教有非常密不可分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边呢 其实你用步行的方式 就可以散步这些古庙 而且这些古庙真的佛心来的 虽然都是文化遗产 可是你发现门票都不贵 不像我们去欧洲 哇 随便一个庙 或是随便一个教堂 可能六欧 十欧 这边呢 像我们可以看到 在青麦最重要一定会来的 叫做财敌龙士 走进去你可以看到三尊佛像 当然走进去如果你也想要祈福 祷告 基本上你可以去买那个金箔 每个信众呢 就是把金箔贴在这个佛像上面 来显现自己的一个前程 上面的壁画 木雕 各位都可以仔细地观察 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佛像 其中几个著名的 一个有卧佛 除了那庙里面的三尊 旁边还有一个卧佛 那这也是很多人会来拍照 然后呢 祈福的地方 还有一个叫胖胖佛 胖胖佛 为什么胖胖佛呢 其实它的困扰跟我一样 据说这个胖胖佛 它本来非常长相俊美 可是因为太多女生喜欢它 为了要什么 能够修 专心的修佛 故意把自己吃得很胖 所以免除外界的这样一个干扰 你也有这个烦恼 而且我有越吃越胖的那个心事 所以要把自己吃胖 就没这个烦恼了 另外像附近的帕西庙 其实是保存最好 因为呢 我们看到财敌龙庙 基本上它已经经过修复 可是呢 在旁边还有附近还有一个帕西庙 这帕西庙是整个我们讲说清迈古城区当中 保存最完整的寺庙 里面当然不可错过的就是它的木雕 还有把它画它的壁画 都呈现当时的那王朝非常不可一世的一个风范 这个走下来大概收费都多少钱啊 其实像这个陈吉隆是门票45元 台币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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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20块 哎呦 所以刚刚提到1500一天真的是有可能 真的 目前为止 我只花了差不多60块 那还剩很多钱可以用 对 像这种股市散策 有一点点像日本京都的感觉 但是呢 风格不一样都很漂亮 那我知道呢 前一阵子刚晒了一堆美照 在脸书的方櫃 来 清迈你怎么玩 来 清迈呢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刚刚老师讲的那些水柔的庙呢 你知道如果你是爱shopping的人 怎么样 我看庙可能就是没有开悟啦 没有开悟 我想要shopping我告诉大家 周六周日呢 这些庙都会变成市集 那就吸引人啦 一整个 对啊 就有很多当地人会去那边 比如说卖水粉啊 或是自己做的工艺品啊 你就会发现 每间庙呢都好好买喔 庙变得好迷人喔 但是主要呢 你知道这个旧城嘛 这个古城呢 整个清迈古城呢 其实呢 到现在你会发现护城河之外 那些城墙呢 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 只剩四个城墙 五个城门 那这个城门呢 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 例如呢 东门就是最多人去观光客 最后这个塔佩门 塔佩门呢 它就是也是一个迎兵的正门 早上去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 不只你很有活力 你会看到好多好多鸽子成群 就是它那个鸽 鸽子也很有活力 鸽子的量呢 是比那个米兰大教堂 还要多喔 还要多喔 然后呢 但是你就想要拍 如果想要拍像我这样子鸽子 在面前这样飞 跟着你一起飞舞的感觉呢 我告诉大家 怎么拍 怎么拍 请你花一百块 怎么样 要花钱啊 对 因为呢 你自己真的没办法拍 你自己不会带这个饲料嘛 对 那在那边就会有专业的做生意的人 我告诉你 你就付一百块给他 然后在那边排队 时间到的时候呢 你看到那个拍照的方式 纵使你是不会摆post的小白 都没有问题 因为呢 你会看到那个摄影师 他就拿着你的手机坐在地上 然后旁边他们会有三组人 一组人负责撒那个饲料 嗯 负责撒饲料 然后另外一组人呢负责懒客 就是有三组 懒客啊 三组人 然后呢 等到他饲料呢 撒下去 那个鸽子全纷纷都过来之后 你这个主要的摄影师呢 他就会拿一只拖鞋 然后大叫 WOW 他就是丢拖鞋之后 那群 那个鸽子就会飞起来 然后他就叫你往前走 然后呢 用慢动作的帮你拍到 拍出来 所以呢 大家不要羡慕我 每个人都可以拍出 像我这样的照片 一百块就可以吗 时尚大片就这样出来了 就这样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 我也要去中正纪念堂摆摊 因为夜晚也可以这样 对对对对 三个一组好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厉害啦 塔片门啊 我自己去的时候 我还特别去租那个 泰式的王朝的那种衣服 对你穿那个衣服 然后穿梭在那个塔片门 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拍起来很漂亮 所以玩法可以有很多种 对对对 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又好拍又热闹 刚花一百块的东西呢 您自己斟酌 我们不算在这次的比方里面 好不好 只是都已經來到這裡 白天的話我們在古城區這麼走一走 門拍一拍 那接下來肚子餓了 我就問一下艾瑞克朗 那吃的部分 青麥的吃有像曼谷那麼多元嗎 其實這幾年來大家應該都知道 到泰國很流行cooking school cooking class 自己去做這個料理學校 不是少林寺才有 青麥也有 其實整個泰國都有 包括曼谷包括青麥 那我自己因為去年就是2022年 我就去了兩趟這個青麥 我很喜歡青麥 那來到青麥呢 我這次來到一個cooking class 他這個教室是我真的覺得 我去過我超過10次的這個教室 最漂亮 而且最有味道的一家 這家店叫做 Zap Ili Thai Cooking School Zap Ili其實在這個 泰國這個東北的語言裡面 就是非常好吃 對很好吃的意思 對那順便叫大家泰文好吃 叫做Aloi Aloi就是好吃 那Zap Ili是他們的方言 對那這個廚藝教室 我比較不一樣的是因為 他不像一般傳統的那個教室 一個氛圍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融合那種 大自然的地景藝術 他的教室是完全開放式的 在一個田園中間 舒服 然後呢他的這個整個窮頂 是用那種竹邊的 然後整個就是除了美觀以外呢 還很通風 那像我上次去的時候呢 就是選了三道菜 就最經典的 比如說有這個東櫻公湯 青木瓜沙拉 然後還有這個pattai 就泰式炒河粉 那其實這次在鬧菜呢 大家聽起來好像有點難對不對 對 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Cooking Class 其實是重點是在那個過程跟樂趣 而不是真的你要多會煮 多厲害這樣 其實他的份量啊 或是說要配什麼 他都去幫你準備好了 他有助理在旁邊 所以你就只要按照老師的一個口令 一個步驟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像那個右下角那照片 那是我自己本人做出來的 是不是色香味巨球 它是連旁邊的那個花什麼的 全部幫你準備好 然後像那個擺盤也特別的漂亮 所以這一家這個 Z.E. Lee的Cooking Class 我自己蠻推薦的 那一次的費用只要一千塊 一千塊 你會聽起來說有點高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會 因為你要知道它是一間裡口 因為你除了一整天 早上的行程都包了 然後可以認識食材以外 那個中間 中午的時候 你還可以吃所有自己煮的菜 所以又可以填飽肚子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棒的體驗課程 真的耶 聽了我都心動了好不好 自己做的最好吃 花一千塊就上了廚藝學校了 真的 其實我們到泰國 吃泰國菜最重要的 最道地 那聽說其實泰北的味道 好像要更比有一番風味 小芳你推薦我們如果要吃的話 可以吃什麼 我帶大家去古城區 吃兩家阿倫媽媽的小吃 阿倫媽媽的小吃 阿倫媽媽這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今天想在第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鳳飛飛豬腳飯 鳳飛飛 那怎麼來的呢 其實它就在我們古城區的北邊 那它是上午五點才開始營 我跟你講你也不用刻意去找 還不到五點就排滿了人 他就排滿了人 為什麼叫鳳飛飛 那可見他一定有中文菜單 他的老闆娘是一個很漂亮的泰國女兒 她就每一天都會戴著不同的帽子 真的是戴帽子啊 所以很好認 帽子哥後來了 對 帽子哥後 但是這個豬腳飯 其實泰國人吃豬腳飯 跟我們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 泰國的豬腳飯是滷得非常軟爛 對 所以你一進到這個攤子 你就會看到一整大缸 用這個大盆子 鐵盆子裝的滷豬腳 那我們一般吃的話 像這樣一盤 其實事實上在泰國吃豬腳飯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配其他的配菜 例如酸菜辣椒 因為它都會擺滿在桌上 你自己去搭配 那一碗這樣子的滷豬腳飯 抱歉 再加一顆 一定要加這一顆蛋 因為有點像溫泉蛋那樣 蛋貴 台灣現在一顆這樣25塊 那麻煩你這邊吃都OK 才60株 60塊才便宜 以前當然更便宜 但現在60株 那另外一個地方在三項王紀念碑 附近的一個叫林老五漁王店 我個人超愛吃這種類似 因為他是潮州人 那泰國潮州人去做的麵 真的是真的很不一樣 怎麼說呢 先講一進到這門口 因為他其實 他在整個泰國開了七家店 所以在曼谷 在青麥都有 你一進到這個攤子 你就會看到五個圓盤 紅白相間的圓盤 是什麼 這圓盤是什麼呢 因為他從2018到2022年 連續五年 獲得比比登米其林小吃 這很有來頭的 是殊榮 真的 所以那五盤就在那上面 那整個環境是非常乾淨的 先講為什麼叫林老五 那當然就是他祖先就姓林 那他是排行地老五 所以經營到現在是第三代了 80年的歷史 說實在這個魚丸面 顧名思義 他做的第一個湯頭麵條 還有魚丸會非常不一樣 我們先講魚丸怎麼做的 他是用深海魚 整個敲打拍打摔打出來的 手工做的 所以非常Q彈 很Q彈 真的超好吃的 那我們再來講講 你知道吃麵湯頭很重要 那他有三種湯頭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那種自然 因為你知道據說 他們湯頭熬7個小時 所以他的營業時間 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 不好意思超過3點是絕對沒有 因為老闆要去熬湯頭了 因為湯頭真的熬過夜你知道嗎 那個湯真的很香甜 價格一碗要多少錢 一碗現在是60株 你也很便宜 台幣60 料那麼多 對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簡簡單單的一碗魚丸麵 被小芳講的實在是超級誘人的 那可以選擇的方式很多種 所以第一天我們到了清賣 玩的吃的都告訴大家了 那入住的部分 來來來 那我就要問一下艾瑞克人 因為第一碗 我們剛剛說只花1500 對 1500要含住 有辦法嗎 住哪裡 其實我真的覺得泰國的住宿真的是CP值非常的高 超高 而且如果你是選擇像比較小型的設計旅店 那個真的是價格你會覺得天啊怎麼這麼划算 那其實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我又發覺了這一家在2020年全新開幕的 所以在這兩三年也沒有少喔 一家又比一家多喔 那這一家呢 它其實融合了就是很現代感的蘭納風格的設計旅店 那它的門面看起來有點不起眼 因為有點小 是 小小窄窄窄 但是你走進去之後你會覺得天啊 又是另一個天地的感覺 就是隱藏版的 那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鐘的吊式 是 那其實剛剛一直講到說你來清賣 你一定要認識的就是蘭納王朝 所以它用了很多蘭納王朝的一些細節跟特色 然後它的那個家具啊 你會覺得很像是看雜誌 很漂亮 設計家具就對了 如果你喜歡那種設計感的 然後喜歡IG打卡的 光是在房間的空間你就拍不完了 然後它有大概五六種房型 有客房然後有套房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那種比較大套房 就是大概有四十幾的這個平方公尺 很大喔 很大喔 對啊四十幾就是套房型的 然後有浴缸 蛋型浴缸 然後有這個客廳的空間 然後整個起居的空間 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它有一座小小的泳池在中庭 對 雖然不大 但是因為它是走設計旅店 所以它是小而美 然後很精緻的在 那很好拍照 很好拍照 就是公用的對不對 那個泳池就公用的 對就還不錯 所以我這個飯店我滿推薦 大概如果說是想要在古城區附近 找一間小而美 然後超值的話 就很推薦給大家 好很精緻的一個設計旅店 那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一個晚上我們看到是雙人房 雙人房 是不是很划算 真的含早餐 含早餐 而且全新開幕 四月中的價格查詢給大家 你把它除以二的話 一個人大約一千塊 一千塊 真的所以第一天花一千五 就看起來是辦得到的 好所以第一天我們花少少的錢 就吃喝玩樂都包了 那第二天的部分 電視牆我們就來看到 電視牆的部分 第二天我們當泰山了嗎 到了叢林囉 但花了錢比較多 三千四百元 花那麼多錢 比第一天多花了一倍多 到底做哪些事 休息一下 來清賣花小錢大享受 進入第二天的行程囉 剛剛我們電視牆看到 要到叢林裡面當泰山 森林之王 森林之王這怎麼回事 問一下方宇 你剛玩回來 就在森林裡面幹嘛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在清賣 到底要怎麼玩 因為清賣它其實沒有海 它是靠近山邊 所以它很多很多極限的運動 這個其實是我當初去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會好玩到不行 我告訴大家 我這一次在清賣 選擇這個Jungle Flight 它total有38個平台 38個平台 你說可以飛38個地方 38個平台 所以就是19條 從這個到這個算一條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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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條 19條 然後每一條呢 大概19條裡面3分之2都如同 貓籃這麼長 很長啊 通通停留時間很長這樣子 好酷喔 非常地長 那因為它是用滑鎖嘛 所以它其實速度非常快 所以就這樣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咻 你根本都是泰山 咻十九次 對 來無影去無蹤 然後重點是呢 你知道你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像什麼 像什麼 不是泰山 你覺得你自己是空拍機 你懂嗎 你覺得你自己變身成為空拍機了 因為你往下看 你眼睛是 呃呃呃呃呃 美到不行對不對 你懂嗎 就是拍照一直拍照 對一直拍照 一直截 然後就是 太好玩 我沒有想要這麼好玩 它有沒有年齡的限制 因為你帶你小朋友去的話 它可以玩嗎 不行不行 就是太小了不行 安全性呢 就是大概 我覺得大概 比如說七歲左右 都可以了 然後甚至於呢 我看到很多阿嬤 阿嬤阿嬤也去參加 因為教練非常的專業 他就會看你的身材 然後如果你是沒有辦法 秀到對岸的 他就會幫你 我們兩個綁在一起 他帶著你秀過去 所以呢 你知道這個整個過程 非常好玩 然後再來呢 還有這個這個 大象保護區 這個呢 我要講這個大象保護區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以前呢 小時候不是去泰國 都會看到很多 都會去騎大象嘛 可是現在這些大象的行程呢 他們都漸漸轉成保護區了 然後去裡面 到底要玩些什麼呢 你進到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適合 帶小孩一起同行 因為呢 你進去裡面呢 他們會先幫你 跟你的小孩上課 是 就是 例如說大象呢 要吃什麼啊 然後每天的這個食量啊 大概要吃到這個 基本的認識 對 認識 然後再來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你要怎麼餵 然後以及呢 帶著你的小孩一起幫大象製作 等一下要餵他的食物 對 你就可以自己製作 然後呢 到了 牽引你到了營地之後呢 你就開始餵大象吃 你剛剛做的那些 就像麻糬的糰子 OK 結束之後呢 再來帶大象 幫大象呢 去洗澡 就是跟他一起玩水 因為天氣很熱嘛 大象很喜歡玩水 這時候你跟你的孩子 就可以跟著大象一起 所以我們可以洗他嗎 可以 可以洗他 然後可以就是跟他玩水 很水啊 就是潑他水啊 好酷喔 近距離的接觸 然後他也會潑泥水 他會用他的鼻子 就潑泥水這樣子 好可愛 所以非常的好玩 所以我就覺得在青脈 你會有很多這種極限 然後又有很多很溫暖 玩法非常的重多 那你這個兩個行程 是河邊一起玩嗎 還是分開的 分開分開分開 那每一個行程大概多少錢 就大概是 像這一個 這個Jungle Flight呢 大概就是2350 2350 那像這一個呢 也差不多是2000塊左右 大概是這樣的價位 哇 不管是幫大象洗泥巴浴啊 還是森林滑索 感覺都是我上輩子 才會去玩的行程 為什麼 因為我這輩子已經有twins了 有雙胞胎小朋友 對對對 我們西家代券 假設我們不能這麼辛苦的話 我們想要輕鬆一點玩 馬老師你有沒有推薦的行程 其實清邁喔 雖然是在泰國的北邊 可是它自古以來 其實就是泰國皇室很喜歡的避暑生地 我們都知道泰國首都在曼谷 曼谷那平原喔 一年四季都很熱 所以呢到了冬天 就算他們的冬天 因為他們其實乾季也是熱 所以這時候呢 國王其實都會來到北部的清邁 所以可以說日本皇室 就去清景澤避暑 如果是泰國皇室 就來清邁避暑 對 那所以清邁這個地方呢 就有一個浦平這個花園 那這個其實就是皇室的花園 然後在每年一月到三月的時候呢 國王就會帶著他的家人 還有所有的隨行人員 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浦平皇宮呢 每年一月到三月是不開放的 所以各位要去的時候 還是要考量到這樣的時間 當然我們知道清邁其實它叫做玫瑰之城 所以來到皇宮裡面 當然它有非常漂亮的玫瑰園 還有一座呢就是長達一百年歷史的 爵類植物園 所以來到這邊其實你看到的就是一個非常漂亮 維護非常好的一個花園 皇宮呢其實有兩棟建築 這兩棟建築其實不開放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個第一棟建築就是國王住的 兩層樓 國王住二樓 隨行人員住一樓 另外一棟呢是有國家有重要外賓來的時候 他才會開放 所以呢來到這邊 雖然是皇室的體驗 皇室的感覺 可是卻是平民的費用 為什麼 一個人只要五十塊泰銖 門票錢 所以呢真的與民同樂 平常皇帝沒來的時候 他把他的花園也給大家來裡面參觀 一到三月當然呢這個地方是不開放的 還是要衡量自己的一個時間 這輩子沒有機會當皇上了 但是我花五十塊看一下皇上的皇宮也不錯 對 皇宮他們還蠻親切的對不對 蠻親切的喔 很親民喔 我剛剛看這個行程上面還有一個雙龍寺 小芳姐這邊也很好玩嗎 我先講雙龍寺才是真正清邁最大的地標 怎麼說它是有故事的 相傳十四世紀的時候 這個泰北發現釋迦摩尼佛的舍禮子 舍禮子 對 所以他那時候有舍禮子 當然要為這個舍禮子去建一個佛塔 所以他就拖這個白 因為不知道要建在哪裡 他就把這個舍禮子放在白象 白象對他們來講這個宗教是神獸 所以就拖這個白象就讓他去找這個點 結果這個白象來到宿田山的時候 他就停了不走了 於是皇家他就蓋了這座廟 這座廟其實宿田山宿田市 它在海拔1050左右的 那你會登高一看 你就會可以看到整個清邁市井 還有我們一些田園的景致 非常的漂亮 那為什麼又叫雙龍寺呢 山下有兩邊有Naga 就剛剛馬老師所說的 這個Naga就是蛇嘛 三頭蛇 五頭蛇 七頭蛇 那因為就是我們華人所說的龍 所以兩邊都有的時候 它就叫成雙龍寺 那你必須在這雙龍中間走 290個階梯上去 你才能到達我們這個佛寺 在山下的時候我就已經買好 因為很多店 買什麼 買什麼 應該算是夠天香有錢的概念 我先買了一小叮噹 上面有一些 小叮噹 對 鈴噹 然後下面有一些 下面可以寫一些你住院 或者你的名字 那為什麼要買呢 一路這樣爬上去 我一定建議大家用爬的 你如果不想爬 沒問題他用纜車可以上去 爬上去 你可以看兩邊的一些風景 然後店家也都在兩邊是有的 最重要是來到這邊 我剛剛在山下買了小叮噹 我寫了我的名字之後 它旁邊有祈福鐘 我每個都敲完之後 我把我的小叮噹掛上去 就是祈福 那時候寫英文的名字嘛 也希望捷背咬啊怎麼樣 好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我手上拿的 有很多人會在進入塔瑟 我剛剛有講你必須脫鞋 穿主要注意 因為會有高僧在那邊 誦經祈福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跪在那邊 讓高僧問我們 誦經祈福灑聖水 正常所有的人都會去取一條 像這樣子的神仙 他們可能叫白神 但真正的名字叫聖仙 聖經的聖 聖仙 這是他們宗教非常 很大的一個祈福的東西 可是你帶回來之後 它是一次性的 假設你當下 你覺得你小人超多 幹嘛幹嘛 你要擋二 要把一些不好的東西帶 就是排除掉 回來大概七天之內 剪掉 不要它 所以如果沒有你就帶著 可是通常像這種棉筍呢 我們不可能帶太久 所以它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但我說這是刻意把它請 你帶一整捆的 等一下分我一點好了 我最近小人很多 我都沒有帶著 就是我把它就一直 放在我的書桌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整個下來不但讓你知道 清邁當時14世紀 就發現我們講的是的例子 再來就是皇家也在這邊見 然後你呢又可以去 整個這樣子參拜之後呢 取得一些旗幅線回來 我覺得蠻好的 但那我就問啊 因為你剛剛提到 它離市區大概15公里左右 交通啊 在清邁的這種交通 大概我們怎麼用 你可以從清邁市區搭公車過去 搭公車 也有很多day tour或 市區的tour會含雙龍寺 因為我剛剛特別講 它是清邁最大的 你一定要去的地標 所以如果要過去也很簡單 你就乾脆買當地的day tour 就可以就參加行程了 好 所以到第二天的部分 很精彩喔 我們包括呢 有皇宮走一走 森林當泰山 大象呢還有雙龍寺 都走一走之後呢 進入第三天的行程 那我們就來看看 第三天我們要花多少錢呢 電視牆告訴大家 第三天我們要去做的是SPA 而且呢也只花3300 艾瑞克 3300在台灣做一次SPA就沒了 你整天吃喝完那個3300 你這SPA很簡單吧 可能連一次都做不到 在台灣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到泰國呢 一定要做SPA按摩 那我今天要推薦這間呢 它就在剛剛介紹的土城裡面 距離塔配門只有400公尺而已 走路就可以到 所以你如果住在這附近的話 這家也是很棒的選擇 那為什麼要特別推薦這間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它家 其實在這個泰國的按摩SPA 真的是稱之不齊 但這一家呢 它是獲獎無數 基本上呢 你只要能夠想到 泰國所有的雜誌的 或者是外國的一些網站的評價 其實這家這個按摩會館呢 它所有的獎項都拿過 那其中有一個 是我泰國朋友特別跟我講的 他就說 在這個泰國這些獎項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獎項 叫做金納利人鳥金獎 這是一個在泰國SPA按摩的一個 重量級的一個獎項 如果能拿 就是被奧斯卡獎 對 能夠拿到這個SPA界的奧斯卡獎 就表示真的是 哇 厲害中的厲害 算是諾貝爾獎都拿到了 對那除了它獲獎以外 獲獎無數以外 再來就是它很有特色 特色在哪 剛剛我們一直不斷的強調 來到清邁你可以特別著重一些 就是蘭納王朝的特色 不管是住宿啊 或是建築啊 那你可以看到像它的門口呢 掛著這個八角形的蘭納燈籠 其實你在清邁很多街上 或是很多的地方 都會看到像這樣子 彩色的燈籠 只有在清邁才有 這就是蘭納王朝特色的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呢 這家店有台灣 不是台灣 應該全世界都認識 全世界華人都認識的 天王巨星來過 是誰 在2017年的時候 有部電影叫做無雙 無雙 周潤發 還有郭富城 就來這邊取景 兩大天王來這裡 對 沒錯 你在它的門口 就看到那個當時 周潤發發哥還有郭富城 來到這邊就是取景按摩 發哥跟陳哥都來了 都來過了 所以你怎麼可以不來呢 好 那除了這些 就是它有這麼多特色以外呢 其實它本身 當然按摩是非常棒的 包括你進去 它就會給你一杯這個 蝶豆花紫色的這個特調 飲冰飲料 然後光是這個 因為你進去 一定要開始先從腳洗起嘛 在洗腳的時候 它這個不是一般的這種水 或是這種沐浴鹽而油 它會裡面加檸檬片啊 加玫瑰花啊 就是你一開始 就會讓你有一種 就是很享受 放鬆的感覺 很放鬆的氛圍 那來到這邊要怎麼選擇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泰式按摩 對 全世界都很喜歡 大家都喜歡泰式按摩 但是我今天要特別推薦大家 如果來到泰國呢 有一個按摩 是我覺得蠻推薦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的 就是藥草球按摩 藥草球 Turbo Boat 其實你到很多泰國的按摩店裡面 都會發現他們除了 基本的泰式按摩 對 精油按摩 再來就是這個藥草球 這個很有特色 所以基本上我每次去泰國 都會選擇像這樣 你還買回來啊 對啊對啊 其實這個可以買回來 因為這個很酷喔 就是非常的香 這個裡面包的全部都是 就是泰國的味道的那種草本 這種檸檬葉啊 南薑啊等等的 所以你知道這樣按的時候 你知道光是那個味道 就讓你放鬆 非常非常的療癒 很舒服 然後就想說 那價錢呢 對不對 在台灣你可能要做一個精油按摩 搭配這種很特色的藥草球 兩三千塊跑不掉 我跟大家說我剛剛介紹的這家 如果是基本的泰式按摩 60分鐘呢 只要700塊 台幣700不到1000啊 對 如果是90分鐘的藥草球按摩 一個半小時都 也只要850塊 也是不到一張小朋友 90分鐘一個半小時900塊 很便宜 90分鐘 對在台灣真的是兩三倍的價錢 跑不掉 真的耶 所以來到泰國 勤買不是按摩而已喔 是要每天按摩 真的 每天按 還上下早晚都要早三餐按好不好 一次呢不到一張小朋友 難怪呢我們今天呢 可以第三天只要花3000多塊 那剩下的錢到底我們還要做什麼 勤買第三天還可以這麼晚 休息一下 來請賣花小錢大享受 剛剛呢上一段節目做了這個SPA 美麗的電影場景整個都髒了 那小朋友第三天我們充電滿格 要好好的逛的話 你推薦我們可以還去哪 我推薦一個跟古城完全不一樣 感覺的地方 首先呢我要介紹一個觀念 你知道去很多比較新潮的地方 時尚的地方你要找大學附近 大學 真的 年輕人 對 真的 然後我要介紹這個地方 剛好就在青脈大學的旁邊 那這個寧曼路 我先講它就是寧曼路 這個寧曼路 以前只是一個新開發的社區 可是這個新開發社區 因為location在大學旁邊 所以很多當地的新設計師 他就駐站到裡面 就到裡面 因為就有很多他的工作室就對了 所以你會發現 走進寧曼路 感覺超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看到 都是一些古代傳統的部分 這裡就有很多現代藝術 但是這個現代藝術 綜合了很多國家的風格 這個寧曼一號 一走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比較不一樣 我們剛剛有特別講過 因為是當代所謂的設計師 在聚集的一條街 那這個寧曼一號 你走進去 其實他一定也看到 我們這種古城牆的一些設計 再加上什麼 有一種歐風的感覺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 它有些鐵劍元素在裡面 所以有點工業風 顏色很乾淨 對 很乾淨 非常乾淨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這兩旁的一個店家 是 竹帆不計備載 你可以知道的 你想要買的 各種類型的 例如連鎖的 還有伴手禮的 米其名餐廳 它通通都有 還有除此之外 真的很多 我們講的裝置藝術 也在這個寧曼一號 所以整個來講 這一條路也不過一公里 那你走到寧曼一號 你就可以想吃 想買 想拍照 你就盡情去在這邊 你完全沒有阻礙的 可以把這所有事情 一網打盡 感覺又是一個寫坪很好逛的地方 而且我們從清邁的 算是比較歷史的地方 來到了現代文明的清邁 剛剛小方提到 這裡有很多吃的 那我就問一下馬老師了 到底這附近 你有沒有推薦哪一間吃的 送你送到城門外 有句話兒要交代 馬老師要交代你什麼事 一般我們都是在清邁城裡面 我們帶各位走出城外 這個地方 要吃太北非常著名的咖哩雞腿麵 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就要找這一家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其實剛剛提到 直接跟一個計程車司機講 為什麼 因為在清邁它非常的著名 因為它是來到清邁 必比登推薦美食 而且也是來到太北 一定要品嘗的一個部分 而且你看到這一碗 其實雖然它不大 女生吃一碗差不多 可是男生像我的話 基本上要來兩碗 不過它除了賣這個咖哩雞腿麵 還有很多其他的美食 對 我也會建議吃一碗 嘗嘗味道 然後再吃點其他 因為其他的這個食物 基本上也是不錯 很好吃 一碗多少錢 一碗45塊太多 蛤 雞腿 對 可是它是棒棒腿 並不是像台灣那種大雞腿 還是便宜 不過還是很便宜 所以呢 而且滿足大家想要多方嘗試 又不要一碗吃太飽的那種感受 對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發現 這個美賽咖哩雞腿麵 也是來到這個地方清賣 記得不要都只是在城區裡面走 城外其實也有很多美食 推薦給大家 哎唷 美賽美賽 真的很美賽好不好 很好吃的咖哩雞腿麵 對 整天很不錯 不錯 我們就是這樣吃吃喝喝的玩泰國 對 那我聽方瑜的臉書說 是 他說我們要花時間來享受飯店 那你推薦我們住哪裡 對 因為我要推薦這一家也是這一次此行 我最愛這家飯店 最愛 他在2022年剛剛開幕 比二哥剛剛介紹的人家還新一點 對 然後他走的風格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走的風格就是這個蘭納王朝的風格 蘭納王朝是什麼風格 就是當時其實清賣泰國這邊西風東建 所以他們很多的建築風格是受到西方的影響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有時候在電影裡面 會有這種白色黑白交界的這種西式 又有一點泰式的這種建築風格 那這間飯店走的就是這樣的路線 那他又做了一個改變 把它融入很多現代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呈現很多很極簡 很舒服 然後很時尚的味道 然後 被你一拍照都很時尚 尤其穿比基尼 真的是非常棒 然後為什麼會挑了一個黑色 因為我覺得清賣最適合的顏色 就是黑色 你不要穿得一一花花 我真的覺得最適合就是黑色 然後陸陸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三四個晚上 還有有任何的需求 詢問這家飯店 通通會講中文 通通都幫我們達成我們的心願 包括要吃什麼 或者是交通怎麼走 通通都達成我們的心願 都有解答就對了 都有解答 然後外加它有這麼棒的一個泳池 還有這間飯店裡面 附設了一個現在清賣最紅的 網美的早午餐店 那我們的早餐 當然也是在這個 最紅的早午餐店裡面使用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你早上有你房客進來這邊呢 使用早午餐 可是外面是大排長龍等著進來 好真人喔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讚 那一個晚上 來來來來解答了 大家最好奇的 這樣的一個飯店 服務這麼好 地點這麼好 又這麼新 多少錢 一個 哇 二六八四 這好安靠 滿足你所有的心願 進來收這個價錢 連我都覺得對不起你們 這個我們查的都四月中的價格 而且剛剛二瑞克推薦的那一家 兩千一 你就覺得很划算了嗎 這個兩千六雖然貴一點點 更厲害 但質感我覺得好像又更勝一些些 但是有些人覺得我口袋夠深 這個我在台灣住一間我都要五六千 那我就問一下二瑞克 我口袋深的 有沒有推薦其他種類的飯店 可以 而且輸人不輸陣 怎樣 剛剛 2022年開副對不對 很新 有泳裝對不對 我也有 好 又很新玩 來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那我 怎麼好遠喔 來來來 其實那我在去年呢 這樣子一路去新賣 吃了幾次 然後我住了大概六七間飯店 其中有一間呢 就是這一家飯店 真的讓我是想要再回去住 而且讓我真的是很喜歡 就是讓我很想念我在清賣的日子 唯一讓你想回去住的就是這一間 唯一讓你想回去住的就是這一間 對就是這一間 那我今天要介紹這間Tentera 它是在2022年開幕的 那它這個度假村它佔地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呢只有二十間房間 二十間獨棟的Pool Villa 有泳池的獨棟的小木屋結束 這就是我想像中的清賣種物來了 真的 然後呢你在裡面呢 它每一棟小木屋都會配一台腳踏車給你 因為它真的太大了 你當然要走路散步是非常OK 但是你騎著腳踏車 在漫步在它整片的田園 一塊一塊的水稻田 還有那種小河川這樣穿梭過 你真的覺得好棒的感受 你會覺得整個人都覺得來到一個很放鬆的天堂一樣 然後它的這個 它的小木屋我剛剛講它就是20個房間 然後每一個房間都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這個泳池的規格可能有點不同 然後呢進去之後它的格局很分明 它是正方形的 然後有這個起居 臥室 客廳 有可以整個人走過去 穿過去的那種walking closet 就是那種衣櫥 然後空間感 然後還有這很棒的浴室的空間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無敵大的蛋型浴缸 這個蛋已經不是一般的那種蛋 超大的蛋 大概兩個人整個進去都沒問題 超大的蛋型浴缸 對 然後乾濕分離雙洗手台 對 然後最棒的是你拉開它房間的這個窗簾 全部都是落地窗 躺在床上看出去就是一望無際的盜廊 好棒 然後走出去之後你看看這個泳池 就是我自己吃人的 獨享的嗎 獨享 我自己的小木屋的外面 真的假的 就門打開 可以啊 如果你不怕旁邊人這樣看 其實也沒有人 不會 因為就20個房間 而且那個房間跟房間 木屋跟木屋其實有距離的 然後你知道推開房門出去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景色 自己的小而美的泳池 然後旁邊還有兩個躺椅 我真的每天我行程已經滿到不行 然後每天早上我還是堅持起來 就是泡在水裡游泳 然後看著那樣子的日出或是夕陽 真的都非常非常享受 他的吃呢 他的早餐是送到房間吃還是去他的餐廳吃 他的早餐因為他剛剛講 他的整個佔地很大嘛 他有一棟在中間的一個 就是接待著大廳的建築 一個金色圓頂的 那他的二樓就是餐廳 一樓是接待大廳 地下室是健身房 如果是吃早餐的話 大家可以來到他中間的這個建築物 他有一個buffet的 就比較蠻簡單的 可是坐在那邊二樓 然後可以看到蠻漂亮的風 有不同的感覺 對很漂亮的風景 以外呢 你可以請他幫你準備送進來房間 然後他們擺盤就是不一樣 其實那些食材就是從buffet那邊 幫你裝盤擺盤 對 他拿來之後呢 就是一個這樣端過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這個床邊 放在泳池旁邊 直接在房間裡享受 只要給他小費就好 可以給他小費 對 但是這個也是看個人意願 對你可以請他安排 所以不用另外加價的 對不用不用 就是可以請他特別幫你安排 這樣子的一個早餐在房間裡享用 就是很棒的享受 價格 來來我先說 如果這個放在台灣 至少有破萬包 對要破萬 我覺得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就是在世界各地 這個可能要將近一萬五兩萬的價格的等級 我們來看一下 那勤賣要多少錢呢 一晚上 不到六千塊 四月中含早餐五千九百塊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你來到勤賣 你住到這樣的飯店 你剛剛我們前面講的行程 忘掉 我可全部都在飯店裡面 超舒服的一個飯店 好只是呢 我們來到了第四天的勤賣 到底要玩什麼 又要花多少錢呢 休息一下 來到青麥 花小錢大大享受呢 進入了第四天的行程喔 來電視牆馬上來看到 第四天我們要去哪裡呢 當然你來到了青麥 就不能忘記往北走 往青來的方向 而且一天只要花三千五 神秘的金三角 馬老師到底多神秘啊 對啊其實來到青麥 一般大家也會安排一天前往青來 青來呢其實是比青麥更北邊的一個城市 它其實是泰國的一個邊境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有金牛角對不對 泰國有金三角 金三角為什麼叫金三角 一般提到金三角 大家覺得這個地方好像神秘 毒品猖獗的一個地方 因為確實以前這個地方 三不管地帶 為什麼叫金三角 因為在這個地方 你看有黑金 就是產英素 產鴉片 毒品的一個生產地 而且它剛好是 寮國泰國以及緬甸的一個交界處 不過隨著這幾年 大家揭開它的神秘面子 再加上泰國政府大量的茶季突比 你會發現啊 這個其實都是以前在電影當中的一個想像 現在呢其實透過觀光慢慢的一個轉型 因為它的神秘點還是在 所以你從青麥然後呢包一台車 一天三千五百元 比如說呢你一家三個人四個人 其實一台車過去 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從青麥到七來大概開車 車程還要三個半小時左右 距離大概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來到金三角呢 你站在泰國 你就可以看到旁邊 包括像緬甸啊 這個遼國啊等等這個區塊 那現在呢 因為觀光客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這邊來求佛牌的 還有包括這邊那種所謂的大象的佛像 其實呢都會成為大家來注意的一個焦點 所以這個地方呢 揭開神祕的面紗 從青麥來到青來 包一天的車來到這邊 看看不同的一個風光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所以跟青麥又不同的感覺了 我們直接往北來到了青來了 對 長知識了 長知識了 金三角探險了 聽說方芸你也有去對不對 對 到青來要玩什麼呢 一定呢要來看這個白藍黑廟 三個一組請你呢缺一不可 因為如果你缺了一個呢 就等於沒有來過青來 為什麼 那到底厲害在哪裡 因為三個廟都不一樣 例如第一個白廟呢 你會看到這個白廟真的上過太多媒體了 你會覺得一定要去 尤其帶你的小孩 如果你的小孩呢 晚上不敢一個人睡會罵罵號的話 對 請你拜託一定要帶他去白廟 白廟的這個設計師叫許龍才 你會發現他真的是個華裔設計師 真的是個鬼才 你進到裡面呢 你要走進去這個鎮店 你會發現怎麼那麼恐怖 好多的手這樣子 對 就是在池子裡面之後對你這樣子 你就告訴你的小孩說 對 他現在就是要把你身上的這個魔鬼抓走 你走過這個橋之後 你回來就自己趕睡了 我怎麼覺得 走過去一下趕睡了 我跟你講 非常地有用 因為你走過這個很多的手之後 你進去裡面到了鎮店 鎮店不能拍照 拜託一下 你進去感受一下 馬上會幻化一個很 那種磁場很強烈的一個感覺 安全感 對讓你覺得 哇強大的力量在保護著你 果然回來台灣就趕自己睡了 這麼厲害 真的很猛 然後再來藍廟厲害在哪裡 藍廟其實是許隆才的徒弟 徒弟蓋的 那它整個呈現就是藍色 就你知道風格是彎彎圈圈不一樣的 然後進去藍廟是不用門票 白廟是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建築的精細 整個建築的這個巡禮 也可以帶小孩好好來個教育 然後再來黑廟是要幹嘛 黑廟它就是一個很恐怖的氛圍 它不是廟 它其實是一個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你進到裡面去 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有人會把這個動物的標本 把它放在這個建築上面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各種不同風格的 建築風格 呈現一個很恐怖很陰間 很這個靈異的感覺 原本在白廟不會怕來到黑廟又怕 會不會 小朋友 我跟你講不會 你就會覺得看到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 你可以好好幫他做一個這個 有關於生死的教育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白藍黑三廟 缺一不可一定要去 一組的喔 這白藍黑都不能錯過 對 我看行程最後還是會去這個 長景族部落 小方姐 好特別喔 我們現在大家都當低頭族了 哪有人願意當長景族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我要講一下長景族這個部落 我們要先說到泰國少數民族 其實泰國少數民族 都是在緬甸戰亂的時候 逃到青脈 青來跟門紅松 這三個地方 但現在只有青來的這個長景族部落 是比較完整 但事實上不是只有這一族 那因為太北的少數民族大概有13族 在這個青來可以看到五族 比方說大爾族 黑牙族 或者是瑤族 拉虎族 那其中有一個叫卡倫族 就是長景族所屬 所屬於的這個族系就對了 那為什麼要套這個頸環 是因為以前那個時候 在山裡面有很多猛獸 那猛獸一般要攻擊人的時候 會咬這個喉嚨 那男生可能還可以再敵武一陣子 可是女孩子完全 手無伏肌力 這不怕吸血鬼 對 可以防很多東西 所以他們就幫這個 從大概五歲的時候 就套上這個頸環 那你當你每長一歲 他就再套一個 一直這樣上去上去 那他會覺得套越多越美嗎 是 所以呢在這邊套越多 他們就覺得審美觀是這樣來的 就變成他是貴婦的樣子 那最主要套 他們只有三個時候 是把這個頸環拿下來 哪三個 一個結婚 一個生小孩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 離開人世的時候 那你走到這邊 你當然會跟長景族拍照 其實這個妹妹頭的這個長景美女 已經跟很多人拍過照了 然後真的千萬大家跟他們拍照的時候 我們剛剛 像我一定會習慣問候一下說 可不可以拍照 你別忘了一定要給他們少費 其實我覺得那是真的必要的 除此之外 真心的請大家 因為你會看到他們多 他們自己當地婦女去編織的這種 彩色的手作 手作的 像是圍巾或是編織物 我覺得你就放心買一點回去 買一點 因為他們真的需要這樣 然後讓他們自己能夠生活 否則以後少數民族 真的只剩血岩關係 這些文化是不會再存在 那你去參加這個是 也是跟當地的day tour嗎還是 對 我跟你說事實上 你進去這個他們有門票 雖然我以前去的是300住 可是因為他車程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你最好是參加人家的day tour了吧 這一個部分含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方便許多 我覺得這個行程超級吸引我 剛剛三個廟一組之外 場景組在這裡的 我覺得你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到的 好不好 所以第四天的行程 我們就直接帶各位 到了往北 來到了青來神秘的金三角 那接著青脈要進入最後一天 第五天囉 第五天的行程 我就要問一下艾瑞克 我們剛剛前面我覺得 買東西好像還少了一些 對 第五天可不可以把它買一買買足啊 今天要推薦這個呢 是這幾年來啊 就是最新的 而且呢 還沒有很多的觀光客知道 然後都是當地的 而且有種特色 就是金齋market 金齋market 金齋market呢 有人把它翻譯成精彩的market 也有人把它翻譯 因為這個字呢 本身是真心的意思 對 真心不騙 真的很好買很好逛 那金齋market 跟剛剛其他的夜市 其實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週末限定 而且也是早市 只有週末有 只有早上有 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的早上 六點半開始到下午兩點 所以呢 早起的鳥兒有從吃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這邊逛逛的話呢 一定要早上起個大早 然後也不要訂早餐了 因為呢 就直接來這邊吃就可以了 吃早餐 那這個金齋market呢 它其實呢 就是有分為就是農夫市集 跟首創文創的市集 對 就是其實它是一整片 有點類似我們台灣的華山 它是整個規劃的非常的新穎 全新的這個鋪的全新的柏油地啊 然後很漂亮的廁所啊 很漂亮的空間 所以也不用擔心這種人擠人 或是說有點髒亂這樣 不會 它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去我就買一些 比較文創的東西 像我今天自己穿的衣服 就是在金齋market買的 這一件就在那裡買的 對 這件大概是六七百塊 這會不會有三大保證啊 保證退色保證縮水 不會 我已經洗過了 對 而且我從 因為其實它這邊已經 不是像那種大批 它很多是那種 當地的年輕的新創設計師 其實是好的 對 那像這個價錢可能就 夜市怎麼會賣到六七百塊啊 那其實因為你如果要買那種 兩三百塊也有 比如說像這個三百塊 這個就是比較像觀光客會買的 然後各式各樣花色的啊 然後比較泰國風味的 那像你想要找一些設計師的 就像這樣子六七百塊 價格高一點但是質感好一點 然後像我自己買的一個 這個竹編小包 是我去年十一月去參加那個水燈節的時候 我看到好多泰國年輕人都揹這個小包 一模一樣的這個小包 好酷 是 就在金債Market我就看到 一整攤都在賣這個包包 這多少錢多少錢 對 這個包包兩百塊 對 很便宜 然後它有大大小小的那些三百四百 然後裡面就是空間也蠻大 然後還有這種垃圾啊細節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挖一些 當地人會買的東西 或是一些新創的一些品牌 來到金債Market就沒錯 所以這金債Market真的是精彩啊 而且只有週末早上限定的喔 第五天就推薦給大家了 那我們就最後幫各位整理一下了 清賣五天事業的行程 到底可以怎麼安排 電視牆上面來看到呢 我們第一天呢 當然就直接到了古城這裡逛一逛 第二天的話就跟著方榆呢 去當軍溝泰山了 另外還有皇宮也走一走 第三天的部分呢 我們到了現代文明的尼曼一號呢 去感受現代文明現代購物 接著第四天呢 就往北走來到清來 第五天呢最後呢 就來到了這金債Market 這很有特色的一個市集 五天下來總共花多少錢呢 來告訴大家我們這五天呢 機票大概是九千多塊 然後呢在地我們是租機車 一個人一千五 總共花費兩萬一千多塊 五天 現在兩萬一你可能到了很多地方 連機票都不夠了喔 所以清賣五天事業推薦給大家 今天我們就感謝我們的專家來賓 提供我們的寶貴意見啦 謝謝 不要再說出國現在很難 事實上到了清賣呢 花稍稍錢就有大大的享受 感謝你的收看 NEW金蛋號 下次見 拜拜